昨天中午直播的时候 一位粉丝在直播间跟我说 50万买车 奔驰E300和 奥迪A6R该如何选择 那么我想问一下 思念前进入前的网友粉丝和老铁吧 50万无来外 你会选择奔驰E级还是奥迪A6R呢 大哥 你这问题不是逗我玩的吗 你以为我傻呢 是不是啊 50万在这俩车里选一个 必须选奥迪A6R啊 并且E300 就是个弟弟 没面子 别给我找画面 知道吧 大家可别以为我说的是 奥迪A6R4045版本啊 瞧你那没见过四面的样子 50多万 那可是能买到奥迪A6R的55版本啊 那搭载的是 大众的EA839V66缸机 和奥迪A8Q7 保持一些卡业 判美 大众图瑞 那是同款发动机 所以说奔驰一级 E300 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别给我这找画面 没拍面 知道吗 扭矩500 马力是340 觉得吊打你奔驰一级的 那都是小咖了咪 你要开个奔驰一 在马路 在马路上遇到个 奥迪A6R55版本 知道吗 你可别这上 人家零百加速 就是说5秒6 6秒一里就可以完成 他可以瞬间的秒杀你 就是个弟弟 没啥排面 知道吗 匹配个七档的 是双离合 变成四驱 透过能力 正是把整个夸车 也比你优秀多了 知道吗 那就是王者 也是 CG车里面 奥迪A6R502 唯一能给你 六缸机的一个车吧 像奔驰宝宝 都没有 知道吗 那也没有开过 或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